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雨昕 好,雨昕先跟我们讲一下 你大概现在在什么位置,好吧 我现在在沈阳 沈阳 今天雨昕有看到超级月亮吗 我现在窗户外面是狂风暴雨 但是我看镜头那边 就是月亮很漂亮 因为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啊 因为刚才有网友说 欣欣今天在哪里看月亮呀 有没有看到月亮 现在是狂风暴雨对不对 好,那没关系 现在其实雨昕在我们的直播室 待会儿我们在视频号里面 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赏月 雨昕我也知道 其实最近这段时间 刚刚推了新歌对不对 对,今天刚发了一首新歌 刚发了一首新歌 所以我们今天也是 接下来的这个时间 就要重点地来推荐一下 你的这首新歌 我今天其实下午 已经在一些音乐的APP上听了 非常的动感 而且他也发了微博 对对对对 这就是停不下来那种感觉 非常非常好听 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首歌 为什么要唱这样一首歌 你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因为其实这张专辑 它是有一个故事线的 所以这首歌是第九首歌 也算是整个专辑的一个结尾 因为第十首歌会不一样 所以这首歌也是我 这张专辑里面非常喜欢的一首 也是我最近很喜欢的音乐风格 然后这首歌 它的音乐比较轻快 然后给人感觉会比较放松 所以听着它赏月也是不错的 完全是 我同意 而且我看了这个歌词 其实它跟宇宙跟什么都还有点关系 是 而且我在这首歌的评论当中 我当时摘了一个 我觉得特别感动 雨昕也可以听听看 就是有一位您的粉丝 她说 这个在舞蹈和音乐的陪伴中 长大的姑娘 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 温柔而坚定地回应着这个世界 那些有苦有甜的路 都成为了她创作的根源和底色 我觉得这首歌配着雨昕的心境 然后传达给歌迷朋友们 是的 今天唯一就是可惜的 我想问一下雨昕 这首歌你会拍音乐视频吗 会拍MV吗 明天中午12点会放 会首发对不对 敲黑板画重点 好 朋友们 各位要准备了 那当然今天晚上我们就会配着月亮 要来听这首歌 但是其实我自己听这首歌的时候 我很期待看你的舞台表演 因为我会觉得那个歌 其实很适合雨昕在台上做那个唱跳的表演 编舞这方面已经有成型了吗 已经有成型了 其实已经准备了 前几个月就已经准备好了 OK 对 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 太棒了 太棒了 那就一定是视觉盛宴 加听军盛宴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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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现在在沈阳的这一站 是在参加东方卫视的节目的拍摄对吗 对 在打卡吧吃货团 OK 然后之前也去了 去了两个城市 然后就是第三站 OK 然后现在吃了很多这个沈阳的美食 可以推荐一两个你印象深刻的吗 推荐一两个烤鸡架 那是一定要吃的 沈阳炸鸡架 对 东北的烤鸡架 对 还有麻辣烫吧 OK 对 其实在全国最有名的两个人名的这个麻辣烫 其实都来自东北 真的吗 对 全部来自东北 所以 可是雨昕我可以问你一个比较personal的问题 就是其实艺人一定要keep fit 一定要保持很好的身材 可你有参加的是一个打卡吧 吃货团这样的节目 所以这个两者之间会不会给你带来一些 一些小小的或者说吃完了以后要加倍的去keep fit 要保持好自己的舞台上的状态 其实不会 我们吃的都还蛮健康的 所以吃完之后也还是会运动一下 因为我们是就边走边吃边走边吃还是会有运动 所以吃完之后还是会保持很好的状态 OK 我以为是其实不会 因为我吃不胖 那就太气人了 确实很瘦 好好好 那其实今天我们从我们直播到现在啊 真的有很多很多喜欢雨昕的朋友一直在我们的直播室里面在等待着你 所以你要不要借着月圆之夜啊 虽然你是在狂风暴雨的盛阳 但实际上你要不要借着今晚的在这个直播室里的月圆之夜送一个祝福给他们好吧 希望大家就是明天可以期待一下新的MV 然后希望大家都保持好自己的身材 然后多吃一点 然后多多支持打卡把吃货团 好 OK 好 那到时候大家也多多关注东方卫视即将要播出的打卡把吃货团 来看看雨昕在这个其中的表现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放你这首新歌了好不好 雨昕请你自己来Q这个歌名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好的 这首歌叫BOM TICK BOM BOM TICK BOM 好 非常谢谢雨昕跟我们连线 谢谢 谢谢